3月22日,由英达监制的首部宫斗网络电影《深宫一梦》在北京举行首映里 当天,导演徐飞携众竹创集体亮相哄弹,细数上演了后宫升职阴谋大戏 《无限风光》在显风,《无数全谋》在后宫 首次指导的徐飞在剧本上下足了功夫 剧情多条线索层层递进,使得影片悬疑从称阴谋进线 将多少星王悬觅是近在深宫不言中的后宫场斗演绎的淋漓尽致 而除了剧情让人备受期待外,剧中还设置了大量激情戏份,让人血脉膨胀 首映里现场,珠窗门还和观众分享了关于影片台前幕后的故事 导演徐飞爆料,在2015年因参加《我为喜剧狂》第二季录制与英达老师结缘 并在筹拍《深宫一梦》期间邀请英达作为监制 有,这个在剧本起初的创作呢,我跟我的编剧朋友就一起跟英达老师有讨论 英达老师说希望就是可以在剧情上呢,不要太过于就是俗 或者是太过于色情啊,会怎样,就是把握好尺度,然后让我去控制好这些东西 然后有关历史的东西呢,让我去稍作考究一下 当然我也是非常这个听老师的话啦,有做一些调整 但是大家也知道我这部戏呢,朝代是架空的 然后所以说很多东西,我并没有就是按照很中规中矩的东西去做它 然后希望大家看到的是简单又美的画面就好 哭六娱乐 北京报道